今天的影片呢要花五分鐘的時間帶大家介紹日本的賞音攻略 哈囉大家好 我是南米ルク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是以日本為主題 會有一些日本的文化分享 或是在日本的旅遊 日文的介紹 還有一些在台灣的Vlog 今天的這支影片呢 因為現在時間已經二月中了 如果你是要在三月去日本賞音的話 你該訂機票囉 第一個部分呢要跟大家簡介就是 什麼時候去賞音最適合 要知道什麼時候去賞音的話 就一定要知道 櫻花開的時間 日本的很多網站有發表一個叫 櫻前線的開花時間預測圖 就像有圖片中的這個樣子 上面顯示的日期其實是開花的日期 櫻花的壽命不長 從開花到凋謝大概兩三週左右 如果天氣不好 還有可能很快就會提早凋謝 舉例如果東京的開花日是三月三十 那在三月三十之後的三個禮拜 其實是都有機會在東京看見櫻花的 第二個部分呢 就要來討論機票到底該怎麼訂才好 剛剛講到的時間是三個禮拜 那這三個禮拜到底選哪個禮拜去會比較好呢 開花的第一週大概就是會有 五到七成的櫻花是開的 所以剩下的可能都還是花苞 開花後的第二週通常就是滿開始 其實就是櫻花最漂亮的時候 那第三週的話則是開始凋謝 如果再快一點有可能第二週的尾聲 它就會凋謝了 想到這裡 大家是不是覺得說 那可能第二週滿開的時間去會比較好呢 嗯大概全世界的人都會這麼想 所以在那個時候的觀光客其實非常的多 賞印的品質其實相對的也沒有這麼好 當然開花第一週去的你的優勢就是人相對的少 但是有可能你看到的櫻花就不是整片粉紅色的狀態 開花的第二週滿開雖然人多 但是也是最漂亮的時候 相對的大家比較不會去選擇的第三週 其實我也是滿推薦的 因為在第三週開始凋謝的時候 你非常有可能遇見像影片中這樣子櫻花水的時間 所以不論在哪個區間選擇其實都各有利弊啦 只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這時候的日本到處都是櫻花 你不用怕看不到櫻花 如果平地的花掉我們往上下面點走 如果北部的花還沒有開往南部 你一定會找到櫻花 買個JR Pass來去不同的地方走的 其實也是不錯的選擇 再來到第三點呢 賞音行程怎麼挑 拜託不要為了賞音而讓每一天的行程排滿各種賞音名點 什麼是賞音名點呢 就是你會在旅遊書上看到非常熱門的賞音景點 你會累死 剛剛提到的日本這個時候到處都是櫻花 所以其實不用害怕會看不到櫻花 建議如果你是七到五天的行程 你大概選了三到五個櫻花名點就可以了 甚至更少也可以 因為這時候不管你去任何一個期觀光的場所 你都可以看到櫻花的 像是影片中這個是我在古中銀座那邊一個 非常普通的住宅區街中的小公園看到的 但是他其實一點都不屬於那些櫻花名點 第四點呢就是我推薦必去的賞音景點 這邊就是推薦的幾個 東京的話絕對要去的話就是新宿語園 他當然是非常的有名 除了進去的時候那個入口隊啊 會拍的很長都是觀光客之外 但是你一進去 因為他們的腹地非常的廣大 所以你其實不用擔心會被人超吞沒 然後甚至你還可以很悠閒的就是帶個夜餐啊 去那邊睡個午覺 玩一整個下午 非常適合親子的遊客 再來則是京都 京都最推薦的其實就是藍山跟清水寺 那藍山那邊呢 因為他整片人潮當然也是相當很多 他就是京都的重點觀光區 但是那邊的就是有河有山 所以也是非常的漂亮 清水寺的部分呢 只是他晚上有可能會有期間限定的夜間參拜 除了夜間參拜本身是一個看年之外 在那邊看到晚上的櫻花也是非常漂亮的 然後第五點呢是我自己私心推薦的賞櫻景點 第一個呢就是夜櫻的部分 當然白天爽玩櫻花晚上也可以賞櫻啊 東京的話夜櫻最推薦的還是中木黑 中木黑這邊有一條川叫做木黑川 本來就是一個比較給人高級印象感的一個地區 但是他在晚上的夜櫻景呢 木黑川兩旁的店家其實都會開門 所以非常適合去那邊邊散步啊邊吃東西 而且重點他還有非常好拍的 非常常上IG的草莓香檳酒 那個草莓是真材實料 再來第二個地方呢 它是一個叫做古中林園的地方 再次強調日本那個時候到處都會是櫻花 林園其實就是墓地的意思 所以在墓地的地方其實也看得到櫻花 影片中這個就是在古中林園 它中間的唯一一條最大的銅路 兩旁完全就是開滿整片的櫻花超級漂亮 但是當場的氛圍不會讓人覺得很可怕啊 或是很嚴肅 但是一個還蠻特別的體驗 也一併推薦給大家 最後第三個呢 它不在東京也不在大城市 它是在紀錄 紀錄城也是我自己去過目前看起來 看到櫻花會最感動的一個地方 因為紀錄城整個都是白色的 配上粉紅色的櫻花 其實那個當下的衝擊 非常非常有感覺 而且重點你從紀錄車站一出來 你就可以直接草它的大馬路 看到最底紀錄城還有整片的粉色櫻花 那個畫面其實是非常壯觀的 我覺得大家有生之年一定都要去紀錄 以上就是這一次花五分鐘來帶大家了解 日本的賞音攻略啦 如果你想追蹤我的日常生活 歡迎在Facebook或是Instagram 以上阿奈Milukoでした また明天も見てね また明天も見てね バイバイ